资源回收几乎成为街头像弄的环保运动 不管是集点换垃圾袋或是清洁用品 几乎是每个里长都动起来 板桥区广德里里长周建和就可以说是天天服务 提供民众资源回收 就算外出插工的时候也会请家人来代劳 为民众提供服务 一箱一箱装满各式回收物品 不管是破铜烂铁还是瓶瓶罐罐 这些都是资源回收的保障 为了带领大家守护地球环境 板桥区广德里里长周建和发起黄金支收礼 邀请民众一起来做环保 而且首开天天回收的服务 几乎一天超过八小时不休息 就算是外出洽工也会有家人来接受 对啊 我就是每天都做 从礼拜一到礼拜天 早上九点到十二点 下午三点到六点每天都有 哇 为什么做得这么勤劳呢 因为礼民多啊 给礼民方便啊 因为我们广德里就有两千六百多户嘛 环保回收做得好 民众集点可换垃圾袋还有名声物品 周建和里长天天回收的资讯提供更多便利性 不用等待特定的时间 不但群里的居民参与热烈 就连附近中和区的民众也都跑来加入回收的行列 隔壁中和的也很多人拿过来这样子 所以不只收板桥广德里 连我们中和隔壁的里一起收 对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千多户在我们广德里 这个资议合收这边开户这样子 哇 那算半球这样子人数非常庞大 也算是很多啦 但是我们就是每天都做数量资议合收的量也是很大 目前根据编号参与回收的人数超过一千人以上 清洁队平均两到三天得过来一次 所回收的数量之大 也可以称得上是板桥区支援回收的第一名 中佳新北新闻板桥采访报道